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很高兴再次见到您。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这是今天的新闻。 以血脉根本停不下来,借王一博演艺年轻潮酷,全是品牌新内核。 自从王一博成为血脉全球代言人之后,整体的广告投入就全面开启了,无论是从线上还是线下,可谓是全覆盖式推广开来。 不得不说,当下娱乐圈中商务价值最高的人,无疑就是年轻的王一博,这个活力又具有全能型的艺人,太有正向影响力了。 无论是携手安踏,成功打出国际名气,还是极具挑战性的小米,重磅来袭,都让太多的品牌方看好了这个年轻人的价值。 王一博如今的代言,可谓是拿到了手软,更是让自己的形象跟品牌的定位,达到了空前的完美匹配。 纵观王一博参与的综艺节目,势必都是品牌方大力支持的存在,在这就是街舞中,一半以上的赞助商君来自王一博,特别是这次血脉,着实通过街舞,怒刷了存在感,更实现了品牌核心价值的升级。 为何这么说,自然是血脉跟王一博的潮库形象相得一张,年轻有活力,热爱极限运动,喜欢尝试更具挑战性的事情,做到了热爱的同时,更追求极致的价值观念。 不管是官宣的新广告,拍摄策划,滑板,摩托,街舞,库盖喜欢的,都准备上了,也想做个口香堂借的库盖。 同时,我们也没注意到品牌方一语双关了一旋卖,根本停不下来借用王一博的一,来演艺年轻高级的潮库。 自从血脉官宣王一博之后,就把王一博的广告投遍了央视及地方卫视,以便遍地播放,这平方的次数,真的有一起携手,开场了一个全新共赢局面。 这还不包括各大综艺和互联网平台的广告,爱他就告诉所有人,我牵手潮库代表王一博了。 与此同时,血脉还爱联合各大便利店做的推活动,有次逛街,我就被大街小巷便利店门口的王一博人形牌吸引了。 果断紧去端个礼盒回家,印象比较深的两次跨界,牵手酷盖的和平精英礼盒集这就是街舞的植入都是不错的跨界营销方案,不管是游戏还是街舞的植入,在全市品牌内核的时候,也是一遍遍地传递代言人的IP特质。 这就是街舞决赛还放了新的广告,挥舞棒球棒的酷盖,一棒子直击人心里。 貌似血脉官宣王一博的电商运营还拿了个奖,好好做品牌,用心做服务,不做妖又大方的好品牌。 彼此成就,一个艺人,年轻有活力,在娱乐圈中自然不缺,一个有正向引领力的艺人,需要多年的积累跟培养,才能够具有一定的话语权跟权威性。 王一博能够成为当下主流价值文化鼎力支持的一位,势必是认可其正向的影响力跟实力。 他让热爱的街舞,凭借专业实力跟个人影响力,成功出圈,受到大众关注。 同时,作为当下Z世代的先锋性代表,更将主流文化,通过自己所在平台,跟自身的号召力,身体力行践行其中,为年轻人打了一个很好的样板。 别说王一博的商务价值有多乐观跟被看好,看一下他做过的事情,才是支撑他继续发光的重点。